欢迎收看国会最前线 我是谢立文 我们提供理性的讨论平台 期许国会能够更透明更进步 在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欢迎 今天参与几位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台式大化学教授吴嘉诚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接着欢迎的是 立法委员陈曼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继续欢迎的是 立法委员吴坤裕 主持人 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最后我们欢迎的是 公都盟执行长张宏林 立文三位来宾 各位观众大家好 讨论剑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立法院委员们 在忙些什么的 来看这个图表 针对演唱会的门票 黄牛太猖獗了 有立委就提出了 他建议相关部门 参考铁路法这种方式 要立一个专法来吓阻黄牛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 劳基法的修正案 这个引发了争议 朝野签字同意了 下星期要重审 而民进党团总招 柯建明说 希望能够在年底前 完成立法 好 另外一部分是 政府考虑要解禁 日本核灾区的食品进口 立委也执意说 原能会的人力跟设备都不足 没有办法为民众的食安把关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来讨论的题目了 针对日本的核灾区 食品进口 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我们先看这个报道 立法院未还委员会 卫福部长林纣炎 临时因病缺席 由次长代打 报告跨部会赴日 实地勘察 福岛核灾区食品的报告 传出是解禁的前奏 为什么要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要来做讨整我们的一个管制 所有各国的管制 它会随时的检讨 尤其像美国过去米 可能它是不考虑的 现在已经拿掉 也是解除一些管制 那另外一点是 所有任何的管制措施 应该配合这一次去 实地勘察的部分 都整体的一个检讨 去年日本抽烟核灾区食品 26万件中只有0.1%超标 因此各国陆续开放进口 目前只剩下台湾跟中国 仍然禁止输入 日本核灾五线全部的食品 今年8月政府跨部会组团 前往日本实地勘察后 计划除了福岛外 其余四线 先恢复部分进口 引发国民党不满 在野党质疑这是为了让月底的 台日经贸会议顺利进行 让宋楚云能在APEC和安倍会面 甚至说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 日前赴日谈判开放核灾食品 是不是有外交上政治上面的利益考量 蔡政府至今没有做任何的说明 可是却急着要拿国民的健康来做交换 只要是在维护国人健康的前提之下 才能够做相关的措施 对目前还没有确定 在野党会声会影 总统府驳斥传闻 强调吴钊燮没有复制洽谈进口食品 政府会依循国际的专业规范 作为食品管理的依据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图表 是针对我们目前为止 日本食品进口的管制情况 好看到的是2011年3月之后 我们就暂停核灾的五个县市 所有的食品输入 其他的行政区会逐批查验 另外一部分到了去年 2015年的五月份 所有的食品要赴产地证明 特定的地区赴辐射检验证明 而目前检测都符合规定 那么我们就计算了 2011到2015年 日本食品进口已经是增加 而且增加蛮多的 18.4增加到25.2万公顿 金额也增加 从8.3亿增到9.8亿美金 这其实是可以显示 其实台湾人对日本的东西 都还蛮欢迎的 食品也是 一般的商品也是 陈范永 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 就有看到您在质询当中 也有针对这些的相关议题 对官员提出一些质询 但是一般观众会看到 这样标题就会说 核灾的几个县市的食品 要进来了 这样子安全吗 是不是真的 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开放 您自己的看法 我想我应该是说 我是先针对 就是为什么这个时间点 要来讨论这件事情 因为就是说 我们现在其实 有一些的民众 他可能对这些事情 还不是太了解 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时间点 来讨论这件事情的话 人家就会有很多的疑虑 所以我们这一次 在立法院也特别提到了 是不是应该要办一些的 宫听会 或者专家学者的会议 所以我们也说 大概全台湾 北中南 然后再加上花莲跟台东 我们大概要办10场的 这个宫听会和这个会议 专家学职会议 所以我想说 这样子能够让民众 把自己的疑问 把它提出来 那甚至有一些的民间团体 他们可能对这件事情 有意见要表达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沟通 那我当然也知道 就是说现在我们台湾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就是我们要做的 有关于我们的这个 进口的食品 就是它是有它的一个 辐射的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事实上它跟别的国家 比较起来 像我们的乳品的话 就是55倍克 然后婴儿食品大概55 然后乳品50 婴儿食品50 这个是色 那这个是点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的标准 事实上是比别的国家都低 所以如果有进口的东西 要到台湾来的话 基本上也是要用台湾的标准 而不是用当地国的标准 那我们现在也是听到了 就是说如果东西要进来 我们台湾的话 它就是要有两个证明 一个证明是产地的证明 另外一个证明呢 就是它叫辐射检验的证明 那当然我们就是说 是希望在这个部分呢 国家能够做一个 比较严格的一个把关 那所以呢我想说 这件事情就是说 还是在讨论阶段 委员怎么样的保证 你觉得才足够呢 刚刚提出这个 我们国家对于检验 辐射残留的点跟色 是比其他国家要高的 但是相对来说 也有人说 我们就算只是拿 日本这边官方给的资料 是不是还是不足以证明呢 我想因为台湾在国家上 我们其实没有参加什么国家组织 那国家没有组织 WTO是我们为它参加的国家组织 经过WTO的规范就是说 他们日本有作为风险平衡 在国家上因为它是安全的 其实我们台湾不能寄织 他们的产品的进口 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困难 所以我们为了保护民众的健康 为使用安全的条件之下 我们那个在新闻 我们有含曼理解 我们有提出一个冠议案 你不是提案 要求说万亿未来 因为现在提出来 就是说因为 日本提供的资料 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 这五个官司都没有进口 虽然台湾都没有这方面的受益 因为它没有进口 我们没有它减严 所以我们没有 它的辐射含量的受益 所以我们渣试 要参加日本人提供给我们的受益 这是没办法 尤其要保护大家食品的安全 我们提出一个临时议案 要求未来 因为福岛这个官 是那时候发生做受益的官 所以它现在减少辐射含量的机会 是最高 百分之零点的左右 其他其实死管是最低 减少了一家 并且我们也要求福岛不能开放 再来压生的散品 食品 农散品不能开放 再来来说水散也不能开放 因为这些东西 有可能比较污染的机会会比较高 我们所有的提案 未来准其他的死管期 包括群马 利木 磁城 几千叶 这个死管期 来一定有每匹都会和每皮都会减严 并且减出后有辐射污染 这些东西不能救治 所谓辐射污染的意思是什么 刚才班尼杰有说 那些标准已经比国际 可能已经最低了 但是我们现在标准 尤其是污染 又是符合标准 我们也没有希望进口 所以这是完全杜绝 有辐射污染的食品 进口给我们的国内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安全 我们为了保护台湾人 食品的安全健康 我们当然拆出国际上最严的方法 尤其一段时间 大家民众要好地烦恼的时候 我们来拆出比国际上最严的保存 更严的要求 来开采 未来准备进口 我们来拆出这个方法 开采 我们前面的无污染的食品进口 这样就较为我们国际的食品安全 公共同盟怎么看呢 民间怎么看食安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包含承办理委员 过去我们都在主副联盟一起工作 这主副联盟对这些事情很多 不只主副联盟 就很多团体都在关注 当然大家的立场 其实跟过去在谈美牛 其他都一样 就是说你一旦犯宽进来之后 事实上对民众是没有办法 有抗拒的压力 也无从去选择 因为我常讲说 大部分的民众可能中午吃饭 在看60块的便当 跟65块的便当 可能差5块 他也是要想老半天 所以那种所谓的要民众 自己可以选择拒绝这件事情 我认为它是不可能 在尤其贫富差距 这样子拉大的状态之下 你会逼民众不得不去选择 便宜的一些 有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 所以这些服务社食物 因为当然回过头来讲 在学理上来讲 这个会产生 对人体的一些伤害来说 一定是显然证实的 现在只是说因为日本 基本上我们台湾 是他们第二大的食品的出产国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 进非常多的日本的食物 所以从这角色来讲 我相信他们也会有一些压力 尽量希望能进到台湾这边来 我们当然回到 刚刚我想几位委员的论点 我们当然还是不希望说 为了这些所谓的 政治情势上的部分 而随便的去牺牲人民健康 我想这次川普的事情 某种程度是现在 当然担心这种 他会来反对这种 全球化贸易的部分 但这就是很标准的 全球化贸易里面 所谓产生的这种弊病 就是说他强迫你 非得要来做实用 否则他会用认为 你有这些贸易的障碍等等 这个我觉得从这事件 是值得来做一些思考 有些人会认为说 民党是法辖弯 但是我觉得我们要 从另外一个方式来看 就像是公渡蒙 如果全球化 这个情况之下 那我们能够 抵挡住这样的压力吗 如果不行 那我们能做什么 当然就是要做好那个管理 然后要做好这个检验 把关 教授您的看法 我们会说 一般民众也许真的不了解 我会觉得说我们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 架上放的商品 在我们理解来说 应该就是可以吃的 可以买的 事实上 您如果以一个民间 当然也专业的身份来看 这次日本的这个食品 未来开放 您会怎么看呢 我在讲一些辐射安全的时候 包括陈立伟 过去都曾经听过 已经讲 这个事情过去大家没有开放 现在开放了 现在开放了就表示说 过去我们认为不太安全 现在安全了 那唯一要让人家知道就是说 你为什么觉得现在安全 如何让老百姓觉得安全 这才是重点 现在这个开放 基本上是受了压力 因为台湾如果有好的食物 我何必从你日本进来 现在一定是某一个角度 要解决日本上面的困难 从经济跟政治的角度 打算要开放 过去的那个执政党没有开放 现在这个执政党 如果他要开放 他当然要负相当的这个政治上的决定性的这个责任 了解辐射他本身的问题的人 跟他的科学方面的尝试人 在台湾不多 即便是学界的人也不多 像我们那个时候 在念书的时候 是要念核化学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也要修核化学的 我在学校也要教核化学 甚至教学生怎么用核化学去做测定的 我们以前有实验室 那实验室因为某一年某个张叉叛逃了之后 一个国家的规定把这个实验室全都拆了 我们也不再继续做那方面的教学 也不再继续做那方面的研究 所以这方面知识的 有这方面知识的 这个学者其实已经不多了 更重要的一点要大家了解 刚刚陈委员有讲到 我们现在检查 看他有多少备克 用Sysium用射跟点 他有多少备克 用最强最严的这种方式 来证明说这东西是安全的 如果知道专业人都知道 备克只是一个强度单位 我讲给所有的这个全国的百姓听 假如说我现在有两把机关枪 这一把机关枪呢 打出500颗子弹 这把机关枪打出500颗子弹 这两个机关枪的强度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这一个机关枪的 里面装的子弹的 它的药火药呢 是黑色火药 这个如果是黄色火药TNT 这两个虽然强度一样 加上这火药的能量 这两个就不一样 我们看备克只看到强度 还没有看到能量 更重要一点呢 你看到能量的时候 你还要想到 这个子弹它的弹头是怎么样 这弹头是有破坏力的这个弹头呢 还是一般的弹头 有破坏力的弹头 当然造成生物的这个伤害就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学理上有一个叫做RBE 叫做Relative Biological Effectiveness 这个就是对生物的效应的大小 这样都要全部都考虑了之后 你还要考虑到 我站在辐射的这物质 是直接吃到肚子呢 还是跟我有一段距离 这个办法 你才能够全盘去掌握说 它安不安全 一个核能电厂 它所分解出来的 一个物质 它因为核我们核分裂所产生出来 其他各式各样的会产生放射线的这个核很多 摄根点只是我们用来比较简单可以用来代表性比较容易检测到 不要忘了 最近也有同样的学者专家 他是专门这方面的学者专家 他还提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检查到其他的同位素 其他的放射性的时候 你只检查摄根点当代表是不行的 举一个例子来讲 像是Strong-S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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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本身 它不但是有γ射线也有β射线 我们现在在检查摄根点 用贝克在检查 只检查到强度 没有检查到能量 然后也没有检查到刚刚我所讲的 对生物效应它弹头的这个破坏力的这个大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真的要让它开放 假设这个现在执政长决定要让这样的东西开放 一定要能够做到万全的准备 你能不能检查这些重要的除了摄根点以外 会造成强制伤害性的这种核种 有没有那个能力 能不能检查到它所有的β射线跟γ射线 那你要能够检查 但是据我的了解 国内这方面的能力是很差的 因为这个部分还牵扯到部会的协调 跟相关的仪器设备 那实质上来讲更重要的一点 有很多东西我们检查不到 并不代表它没有 因为这还牵扯到放射性的伴摔席 跟所谓的生物性的伴摔席 有很多东西进到生物体里面 它本来有放射性 但是它因为生物伴摔席短 它就被排泄掉了 你去检查这种食物 检查这种生物 这种生物可能当食物当食材的 那你检查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生物的伴摔期 它是比较短的 但是它放射性伴摔期是大的 所以要了解像大家会担心 很多其他放射性的元素 它是有很 有的有很长的生物伴摔期 又有很长的 我们叫做放射性伴摔期 这都要同时考虑 所以一般的这个老百姓 不容易让他们听懂这些 但是专业的 专业的人 应该要想办法对老百姓解释 不是他们两位 他们两位 以前跟我都认识 但是他们现在两位都是 所谓的 我们所说的立委 而且是 现在执政党所说的 这个不分区的立委 很专业的立委 某个程度之下 我认为他们过去有他们专业 但他们有可能 在某个程度之下 他不是代表民意了 他已经是代表执政党的党义了 教授 我们会说 现在如果真的是要这样做 委员要来回应一下 我想 两位讲得都很好 对 那也对 我也承认 但是我刚刚讲了 我们现在是 大家关心辐射的伤害 那我们刚刚讲 我们已经提案了 如果有辐射的污染的食品 就不能上市 那 那这样怎么会有 大家两位 刚刚吴老师 还有这样 碰到了疑虑的问题 我还是很疑虑 我并不是说 怎么样的疑虑 你先想看 你检测 听我讲完 我刚刚讲过一个很重要的 我原先讲完好不好 我刚刚讲过一个很重要的 您关心的问题 其实像清华大 因为我是清华化工系毕业 和化学我都听到 当年的清华大学 何止完应我都去参观过 我也去修过放射化学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没有错 会放射出 CS137 摄137 190 这个 那我特别昨天看到清华大学 生医环境工程系的教授 王竹芳教授写的那篇文章 190 台湾能不能检测 我特别打到我们的那个中山 以前的中山研究院去问 他说我里面的人就告诉我 里面的仪器很多 那目前我们所谓的辐射都是送到 食药署没办法检测这个辐射的问题 那都是请原能会转给那个以前的中山科学研究院 在做这方面的检测 那里面的人就告诉我 怎么可能190没办法检测呢 他是要做前处理 把它容缩 那设备很多 他说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这方面可能都误导了 然后我们要考虑到什么叫食品安全 其实我们都知道辐射是有背景值的 其实像我们台湾生产的 其实像美国很介意的辐射来源是什么 就是冬气 他们从他的建筑他们地上里面有那个矿物里面有那个东气 那那个更麻烦 那个会释放出alpha particle alpha particle对人的伤害是最大的 那现在施根色尔放出来的是刚刚讲的 那个吴老师有讲就是alpha gamma这些 事实上是高能量 但是对人的伤害没有像alpha particle那么大 但是我想我们就是严格我们从我们不是考虑我们是执政党的立委 我想我们考虑的是食品安全怎么去把关 我想其实很重要就是说 源头把关当然很重要 但是进口的海关怎么把关 他们要付日本要付产地证明辐射 日本那边要检查一次这个食品里面有没有辐射 接下来进到海关我们是每一批都要采样 然后去送检辐射 那我们刚开始没有这五线式的 没有这四线式的资料 但是我们一开始会请日本先提供 因为它是从一个原子核释放的辐射 所以它CS摄137跟施的90的这个比例 应该是蛮固定 当然它现在来源比较不是那么固定 我们不敢说那个比例能固定 那等到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开放 我们每一批逐批检测 那检测到施跟摄137的比例 我们得到这个比例以后 其实我们可以简化 用施137来算它的比例 这是可以做得到 那当然像刚刚曼莉姐讲的那个标准 国际上就经由风险评估来制定这样的标准 这些都有考虑到刚刚吴教授讲的 生物的半衰期 物理性的半衰期 在环境中的半衰期 内在剂量 外在剂量通通考虑 这一些标准就经由风险评估出来 制定出来的 那在我们采取的是国际上最有的标准 但是那个我们还会担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说 我们目前在国人还很关切的时候 我们请政府严格的把关 每一批都检验 如果有辐射污染 有辐射污染 这个产品 这个食品不应该上市 那这样子你就不会去 不用担心你会吃到 有辐射污染的食品 那国内的研论会 还有中山科学研究院 它是有能力做1090的检测 还有摄影三级的检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我特别打电话去问过 确认过 他们说仪器很多 这个没有问题 好 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上个部分呢 我原本已经有讲说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关 而且呢 其实也是能够检验的出来 关于一些关键的辐射 这些残留的物质 如果是检出 当然是要零检出嘛 只要被检出来的话 我们就不会开放 好 我们就来看一下 现在这个政府打算开放 核灾区的食品进口的这个部分 现在呢 就是规定的是说 福岛以外的四线 饮用水 饮用奶粉 跟茶产品 还有野生的水产 都还是要管制的 其他才能够开放 而且呢 接下来还是会举办公厅会 而且要增加一成的茶宴人力 那当然要附检验报告就是不用说的 这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 教授 即便是这样 您还是会有担心的点吗 我还是很担心 我相信很多人也很担心 实际上来说呢 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 要日本政府如果要把这个东西送来我们台湾 他们政府必须要确实的负起责任 要让安全的东西才可以出来 不要那个东西呢 到了我们台湾了我们才花很多的劲 花很多的人力经费才来做后续的这个检查 刚刚说我们的原子能委员会会把他送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核能所那边去做相关的这个检验 我们卫福部确实是没有办法 这是我是很清楚的 刚刚所提到那个王教授其实他过去也跟袁文辉那边以及跟那个合研所那边他是有合作的研究的 人家真正的是相关的这个专家所以他讲出来的这个事情我们不得不重视 而且他的观念跟我一两年前这个观念完全是很一致的 我们是所见略同 重点在想想看啊 要进来的这个在现在在荧幕上面打出来的 我们有多少建树要从那边进来 光这一两个单位即便他有充足的能力能够做全频道所有的辐射性同位数的这个检查的时候 这样的工作能量足够吗 要每一个每一个去检查都足够吗 这我怎么可能放心呢 很明显的嘛 你会做跟你能够完整的做到 跟你的工作的能量能够大到做到很普遍的这个检测 甚至逐样逐批去做检测 这大家才能够相信啊 很明显的是不能够嘛 陈委员您的看法 刚刚教授有提出看法 当然就是说检测人力够不够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如果真的有怎么样的话 我们对日本政府可以怎么样的来做后续的处理吗 我想应该是说在前端啦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要求日本 就是他要有产地证明跟他的检测证明嘛 所以日本他已经先检查过一次 那到我们台湾来 我们应该还是要继续要求再检查一次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的人力方面的话 我们会要求这个卫福部或者海关 我们一定要要求他的人力要增加 我觉得我这次来担任立法委员 当然这也是我第一次啦 我基本上我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过去民间所想的一些东西 希望能够置入到行政体系去 让行政体系能够了解是说我们的要求是什么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做到 然后能够把我们台湾的这个 能够改善的东西 在我们这四年当中就把它做一个改善 我们认为这个也能够帮助到国家 也能够帮助到人民 就是借这个位置 那我想说在现在呢 当然就是说人民会有很多的疑虑 包括到吴教授 他也有他的关系的点 那所以为什么要把大家的这个 有意见的声音要把它收集在一起 因为你把它收集在一起的时候 看这些事情要怎么样去解决 因为人民的声音 像吴教授他是专家 他可能提出来是非常专业的 可是对于一般的老百姓 说不定他的问题是比较 没有那么样的关键 但他可能会从他自己的自身的经验来提问 所以我想说这个的公听会 或者是说我们有的学者的一个会议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讨论是好的 那如果是说我们还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几乎就是不会再就是说放任我们的政府 说那你就要开始 所以这个时间点其实都还没有定案 我们只是说我们现在先做这样子的了解来沟通 然后政府部门他们做哪些的准备 我们还可以再做哪一些的要求 我觉得是我们在这个角色上面能够扮演的 我以为要进一步的 我想非常好 曼莉姐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我们不是因为执政党的立委 我们就是去帮政策背书 我们希望说为民众的死安把关才当立委 那刚刚像吴娇佑讲的 我特别那天特别质询 过去其实从其他县市不是这个五县市 我们进口了9万件9万批的食品 那日本付了证明 那他们付了辐射检测的证明 那进到台湾海关是每一批都抽验 每一批都检验 那我问他们就是卫护部的次长 那检验结果有200多件 有验出有辐射 他们实际上是把它请日本退货的 然后呢我问说 那跟日本检测付的标准的 那个结果来比较有没有什么差异 他说基本上日本付了检测的结果 如果符合日本的标准跟台湾的标准 那他们在检测也都符合标准 所以代表说日本的检测 辐射检测还蛮可信的 我们检测了9万多 差不多9万件 那检出有200多件 那这个结果跟日本付了证明的检测结果 是一致 那个次长有这样回答我 所以像我那天回答就知道 是完全以把关的角度来问 那刚刚那个吴教授担心的人员的问题 我们问他实际上是够的 因为我们只有 因为我们在国际上 WTO的国际贸易组织的会员国 我们目前特别针对日本进口的食品 做主皮检测 所以我们其他的国家并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人员只要针对日本可能增加的 那他们估计为何不估计 就是说如果这事件是未来开放的话 可能会增加大概10%的食品的量 所以他们觉得再增加10%的人力就够了 那检测方面 分析检测方面增加10%的人力 应该是够 所以台湾是有能力逐批检测 这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有一个这样的声音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拿的是一个国际的标准 那事实上 当然不管是说日本官方的检验结果 跟加上我们自己的检验 我们会说在WTO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之下 外加国际也有一个这样的标准 我们还需要 还希望政府能够怎么做 民众才会安心 其实我应该回过头 还是必须很残酷的在谈到 虽然我们都知道说 当然很努力在做这件事 我用美牛按这件事 我想陈范利委员那时候 还是他亲口讲的话 就是说 我们本来就是不能有瘦肉精的 结果他说 政府直接跟他讲 其实现在是有瘦肉精的 而且我在做餐厅的朋友说 他去订货的时候 老板问他你要有瘦肉精的 还是没有瘦肉精的 因为价格有差 他是很讶异说台湾不是 在那时候朝美牛之前 是不能有瘦肉精的 这就是一个问题 显然我们不是法规都规定不行 检测美方都有附证明 台湾都有附证明 最后的结果都买通了 还是有其他原因 而且至少 因为刚刚委员刚刚说有问过 可是我们从我们所知道的部分 以目前过去政府 我不知道新政府换了之后 那么快的事物观都换 过去政府自己承认 他的检测能力是完全不够的 不要忘记了 这不只检测辐射食品 他有多少的项目要做检测 现在他当去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他的检测到底能不能跟上 我觉得最客观的应该回到 抱歉我现在手上没有资料 应该会请教我们的委员 就是如果卫福部份增加10% 那我想知道 他明年的预算 有做这方面的增加吗 如果他这预算完全没有调整 那就是扯屁跟说谎 显然他就是在原有的人力 再只是让他优先顺序的改变 但他对整体的这些检测跟实案来讲 他人就只有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还是必须讲 虽然我同意说现在在讨论 基本上并没有 不过如果我们应该说 反而不是对委员的不信任 而是我们行政体系 到底未来在这些规范里面 真的有人力来做吗 至少从过去的经验 包含马总统那时候说的 天花乱坠的一个检测把关的方法 我们发现全部都破功 那问题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这就是民众很好奇的 我很简单的呼吁一下 如果像刚刚吴委员所讲的 我们这些东西确实人力都足 我也有相关的设备 我们也都每一件每一件检查 那这些设备 如果只有核员所才有 很简单嘛 就去问核员所嘛 我们是不是有送这么多件 每年多少万件送到你核员所 去做足批的检查 这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嘛 我相信核员所也不敢造假吧 你是不是每一件都有检查到 不只是摄137.131 你有没有检查到1910等其他的同位数嘛 这很简单 但是我还要再呼吁另外一点 从日本来的这些食品食材 我们还要注意到 有很多可能已经变成尾端的下接的食品 包括比如说一些酱料 包括一些放在其他食品里面的这些 添加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也是要去关注的 你不能说我这日本的这菇类 里面有放射性 我把它磨磨了 我这菇变成粉了 然后放到其他的食品里面 那这个这样的就可以进来了 不要忘了我们现在很多的餐厅 大的餐厅 他买了这些东西 他买的这个酱料等等之类 他不是在厨房里面做的 他是在外面的工厂 做完各式各样的酱料之后 你要什么沙茶酱 你要什么奇奇怪怪的酱 他就一个车子就送到你的餐厅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会不会有漏网之余 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 这一部分日本有生产履历 会能够追踪 我想因为我们富有产地 产地证明 然后刚刚讲的像 宏林还有吴教授 就是对检测的不信任 所以我那天特别要求卫物部 就是说 未来如果真的开放 每一个月送给我 所有检测报告 就是我们希望 把所有检测报告公开透明 那这样才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 不是关起门来自己做检测 那这样民众会不信任 所以我那天特别只要求卫物部 每个月送给我检测报告 那他们告诉我 他们未来这些资料也都上网 要让民众来了解检测的结果 所以这方面 我觉得说 至少新政府愿意这样做 那经费问题 因为当时的食安五盘里面 就提出十倍检验 所以这个经费上 今年有增加百分之 就是以食安的这个检测 增加百分之五十的经费 议算 这个是没有问题 让大众了解取得共识 公开透明很重要 我们要谈食安的部分 那就来看蔡英文总统 她有提出什么样的检测 五环政策 这个五环其实东西蛮多的 当然就是要重建生产管理 还有源头的管控 另外十倍市场查验 然后要加重恶意黑心厂商的责任 跟全民监督 能够陆续做到吗 有一个部分是要成立一个 毒物管理的机构 每次我们爆发食安问题的时候 老师就觉得说 那到底政府在做什么样的查验 现在这个已经有个新的进展 是11月3号 行政院已经通过了一个 行政院的环保署 毒物跟化学局的组织法 预计年底毒化局会正式挂牌 我要请教程委员 毒化局它是背负什么样的功能跟责任呢 它应该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所有的跟毒 还有化学的东西都能够归纳到一个系统里面去做管理 那所以它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必须要有很多的资料库 然后它也要有足够的人力能够做一些的 东西的建构和追踪 它要做这个部分 那其实我在食安五环里面 我一直要求环保署的就是说 我们一般来说都是环安 环境安全 然后才能够有农安 农地的安全 然后才会有食安 就是我们上市的产品的安全 所以环保署事实上 它在做的这个食安的第一环的这个部分 不是只有成立的 就是毒物化学局的这一个部分 它还有的部分是说 它要去做空气水 还有废弃物的这个 会污染到我们农地的这个部分的预防 而且它要去严格的去检查 所以呢它这个部分 它就会下到地方政府去 因为很多的污染 可能它在地方政府 它会比较知道 那所以呢这个的机制 它把它建构起来 因为我就一直觉得是说 环保署才是我们所有食品安全的源头 你那环保署没有做好的话 你到后面去的农地也不好 你怎么可能会找出干净的食物 让我们老百姓吃呢 所以我想说这个的是环环相扣 但是可能我自己的重点 还是会一直一直去要求环保署 因为我觉得这个源头 一定要加上把它做好 加上你怎么看 如果我们说要成立一个毒物管理机构 他们至少必须要做到哪些呢 对这个刚刚陈伟有讲过了 对 这个某些观念上面 我们都知道食物是来自环境 环境把它弄坏掉 我们食物就不太好 陈委员过去也曾经跟我 都是环保署的委员 我们都有在看这一块 成立这个所谓的毒性物质的这个局 或什么一个单位也好 基本上来讲 过去有毒的东西 在环保署是毒管处在管的 那里面的毒性物质相关的这个检查 环保署呢 在接近在内地的地方 有一个环境检验所 这两个系统合并起来 确实可以去做 毒性物质相关的这个管理 是没错的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 他们这些人将来 人力的素质 跟人力训练的这个方向 以及相关的这个设备 是不是足够配合来应付 我们要面对食安的这个问题 然后这个对于食品安全的观念 跟环境安全 跟环境检验 这其实基本上是两回事 所以这样的一个单位 会不会变成说 我就是换个汤不换药 里面的这个人员就是那些人 只是我把一个机关的名称 给改了而已 这样可能就不能都达到 具体的这个目的 所以我是认为说 真正城市在人 你如果没有那一种人 没有那一种素质 或那个人呢 没有那种训练 没有那种观念 你是不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了 我们呢 政府单位在做某种程度的 在改造的时候 也不需要说 我就是换了一个单位 让老百姓有一个感觉 就认为这样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确实要从里面去做 确实的这个了解跟着想 我以为最怕就是那种 跌床加油或者真的是换汤不换药 对我想吴教徒讲得很好 那这件事情我想我个人跟班尼姐都非常重视 所以我们今天在省毒化局 今天是要在省毒化学局的预算 我其实不叫它毒化局 应该化学局 因为国内登记可以使用的化学 7万多种 目前的毒管处才管大概300种的毒性化学物质 那是完全不够 那我们过去发生重大的食品安全事件 三聚氢胺事件也好 塑化剧事件也好 毒淀粉的顺丁锡酸事件也好 这些都不在 以前都不在这个毒性化学物质里 就是没有纳管 所以为什么要成立化学局 把我们所有使用 登记使用的7万多种化学物质 全部那管 而且是从源头到它的最后的宿命 整个我们叫做生命周期都要管 那当然有一些最后就进到各部会 各部会管 那这些我也了解说 因为环保署里面的 目前的官员 多数都是环境工程科学的背景 没有办法来管所有化学药品 所以我下星期后 已经跟署长约好 要到考选部去拜托 未来考选部要开 独立的人才 还有红显屏幕的人才 让这些能够进到化学局 能够专业的人才 进到政府机构来 专业的化学管理 我们要开放这些专业人才的考科 才要办法让专业人才进到政府来 当然这个方向 我想我们是一定满赞同的 因为的确就像委员提到的 我们过去真的发现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对于那么多样的 这些新合成 其实不只是现在7万多 每年还有无数的新的东西在产生 我们完全对这东西无感 也不知道怎么 也不知道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政府的确有责任 从这源头把关 不过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它还不只是这些毒物的管制 其实这个谈到环境的整个安全 真的甚至从国土规划的部分 虽然我们现在相关的法规 有的已经通过 可是我们还是很担心 比方说我们过去在政府的规划认为 台湾在中部的地方是台湾重要的粮仓 可是我们过往有很多重工业又往那边去 事实上这样的管制 它可能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它也会对我们来说 这些毒物的影响很多 另外像过去我想 几位委员也一直有在关心 像我们事业废弃物的部分 事实上台湾根本没有地方去掩埋事业废弃物 也就是说我们的能量根本不足以去解决 现在每年一直不断产株 我们的事业废弃物我也觉得很厉害 台湾像是一个魔术师一样 明明每年产生那么多 我们也没能力处理 这些有毒的事业废弃物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这个某种程度来讲 那可能不只是这些毒物的管制 就是说我们身边事实上 很多的水源的污染 包含这些农作的污染 甚至我们的焚化炉所产生的这些 代奥性的这些污染 然后到很严重的 甚至焚化炉产生的这些煤渣 那有很多过去也看到 可能都已经无法解决了 我们地方先生一直放宽 他的使用的范围 我觉得这都是联动的问题 那这个当然都不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靠谁可以解决 的确要一步一步来做 好 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会儿回来继续分析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明天立法院有哪些事情 要注意的呢 民党团针对日前被退回的 电业法 还有挹注长教经费的 烟酒税法修正草案 提出复役 另外明天会有一场公厅会 针对食物银行 好 我记得就要请教 从教授这边开始 时间剩下一些些 那么刚刚有提到五环 然后包含可能要增加罚则 还有重建生产管理 等等查验都有 您认为还有哪些事要做的呢 包括刚刚讲的化学籍等等 我认为在我们国家 应该加重一个单位的责任 那个单位就是现在的农业委员会 因为食物从环境来了之后 到最后会到卫福部那边 去做最后的责任 但中间有一个单位很重要 那个就是农委会 它的责任应该加重 另外一个我认为 即便是我们刚刚说 讨论的这些食物 包括那些可能会有辐射的这些食物 买到不好食物的 通常都是在我们社会 比较中低下阶层的人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这重点 放到他们那边 加重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收入 可以去买比较高阶好的安全的食物 所以如果一个食物 是被这样子清销进来了 可能它就变得比较便宜呢 它会被逼着去买 所以我们不管在做怎么样的考量的时候 对于我们中低阶层的这些百姓 应该做特别的考量 委员 我想我们还是要爱台湾 我们还是多多吃台湾的东西 我们一直强调要地产地消 然后我们也鼓励大家多吃台湾的食物 让台湾的农民有好生活 另外就是我们在个人在维护自己的健康的时候 我是建议大家要多样化 不要说我只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什么东西都要吃 每天要吃五蔬果 然后每天也要吃五个颜色 什么茄子 番茄 红的 黄的 紫的 绿的 白的 全部都要吃 这样子大家就会比较健康一点 生活中民众自己要保护自己的部分 我非常羡慕曼艺姐 每天能够有五蔬果 我觉得我的生活品质真的很不好 因为我都外食足 好像没有太多的选择 但是我有时候想想就是说 什么叫食品安全 其实我们的食品里面 含有各种化学物质 其实说我上课经常问学生 如果我们食品中含有代奥心 敢不敢吃 那学生没有一个人敢举手说他敢吃 那我就说很抱歉 我们的食品里面 每一种食品里面都有代奥心 只是量多寡的问题 所以食品安全不是说 你吃的东西不含有害物质或是有毒物质 而是这个有害物质或有毒物质里面 那个量要在安全的范围残留量里头 这才叫食品安全 而不是没有 我们在全地球里面找食物 可能找不到一样食物 不含任何化学物质的 我很想回应他的话 不是只有量的问题 这样讲的就变成人的问题 同样一个量对不同的人都产生不同的效果 对对 那这个在制定标准的时候都已经考虑过了 化学物质太多的食品 这样真的是对健康有危害 这个我想不只是今天食安的部分 我们觉得台湾对饮食教育还是很糟糕 每年政府投入3000亿 但是可能一个人花不到5块10块再告诉你 你一辈子要怎么去吃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要赶快去做解决 那另外当我们还是担心管控了 因为现在老实说日本只是管制这几个县市而已 我们已经看到日本国内或者是台湾也有证明 事实上他们篡改地点的来规避你检验的 所以现在的检验是不是某种程度来讲 只检这几个会不会有问题 但是从去年2月份到现在 我的资料里面是没有再发现有篡改的 改标签的这个状况 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开放之后 我觉得这个部分都很难说了 我只能讲说这东西都是接着还要再看行政部门 在这边的处理如何 不过我们还是强调就是说 用马斯洛的需求层级理论 人最低的需求是生理的需求 我认为这个国家还是必须要让人民 在饮食方面不分贫富贵贱 都可以享用健康的食物 我觉得这还是很重要 民众要买东西的时候会看标章 不过认证标章这个部分也要好好整理一下 对认证标章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是期望就是说 它最好是所有东西都是安全的 你根本不用标章了 这是一个最完美的境界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同一个标准吗 我想在食安物馆里头就强调盛产领域 所以现在龙委会很积极在推这一块 好 那我想这一块目前会越来越好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参与 谢谢